好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單一功能 每一個單一功能我都把它另外寫成廣播 所以剛剛定義的部分 就是寫成這個定義的廣播 然後紅燈亮五秒的單一功能 也寫成紅燈亮五秒的廣播 然後分開寫 那分開寫之後呢 因為我這個是 這個做完才能做下一個 所以我要用廣播並等待 那如果你是廣播出去同時做 就要用這一個 那不過這一個是 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是要做完才能做下一個 那所以我的主程式就變成這麼簡單 而且一看就知道我在做什麼 這個是程式的可讀性就會提高 而且這樣子跟人家合作很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Squitch 它的角色是可以匯出去的 那也就是說我可以把 比如說我去弄幾個角色 或者是我是團隊合作 那每個人就寫其中一個 一個部分 比如說這個是路人甲 這是路人椅 那你們兩個團隊合作 所以我就把這個部分交給他寫 所以他負責這個部分 那然後呢 那我這個主角我就不用負責這個部分 然後他們都寫好之後 我就可以用匯入 這個角色是可以匯出匯入的 有沒有 儲存到電腦 你要匯入角色也可以從這裡打開 上傳角色檔案 所以你就每個人分配一項業務 然後每個人做好業務之後 叫他把他的角色儲存到電腦 然後有那個專案的總負責人 就在他的專案裡面把每一個人的角色放進來 那每一個人角色放進來就會有他的部分 對不對 那廣播 廣播是最好用的 因為只要一廣播 不管你是哪一個角色 只要有接收到廣播他都會正常動作 這樣子就可以把整個專案湊起來 所以當我們這個案子如果很大 然後我們107課綱又需要大家用合作的方式 你就可以試試看用這樣的方式 讓你的專案變成可以合作處理 每個人分案一部分 這個也是未來工作的模式 以前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那個老程式設計師都會跟你講 你要把它寫的 人家都看不懂 要藏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讓別人不能看得懂 這樣子人家寫程式要維修要幹嘛 一定要找你 找別人不行 這樣錢才會一直都是你賺的 可是現在這個世界不太一樣 現在是合作的世界 你一個專案通常很少有一個人可以全部cover掉 所以通常會是一個team的模式 那只要是一個team的模式 你們中間就會有些東西是要協調的 比如說那個變數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要存取那個變數的時候 要用什麼方式 或者是我要分工作的話 我要怎麼分 誰負責哪一個部分 誰負責哪一個部分 那將來要怎麼湊起來 這個都是要討論的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 其實就可以達到那個分工合作的目的 來 這可以試試看 好 那各位可以就是再測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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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